三千不敌三百。北市警局长调度无方。劳团瘫痪交通惹民怨。 将帅无能,累死三军。劳工团体反对劳机法恶法修法,昨天号召万人上街邮行抗议,群众先在行政院门口与警方发生冲突,晚上又数度瘫痪北市干道交通,最后聚集在台北车站不愿离去,让警方疲于奔命,直到凌晨一时许,台北市警局才有所动作。 采用优势警力包围群众,再逐一将人抬上车后载离现场。 台北市警局原本对外表示,这次勤务派出一千八百名警方,不过到了傍晚时分,警民冲突日渐扩大。 除北市十四个分局外,北市刑大、特勤中队、交通大队、保义总队、保安大队亦投入大量警力,还紧急调派嘉义、新竹、苗栗及保四等单位警力北上支援,瞬间暴增为三千名以上的警力。 台北市警局却未妥善利用,许多警员从早上十点开始执勤,直到隔天凌晨三点才撤港,时间长达十七小时,中间完全没坏班,甚至支援单位还必须开车返回驻地,基层警员均感到苦不堪言。 许多警员私下抱怨,用台中经验来处理台北陈抗,矛头直指上任刚满三个月的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,他在该强制驱离时毫无动作, 仅要求现场指挥官举牌警告,等到群众四处瘫痪交通时,这才表示要整队排除,根本赶不上抗议群众之速度,完全被对方耍得团团转,应变能力完全不及格,导致1999市民专线及110都被打爆。 陈家昌滥用警力的做法,之前早已屡受外界质疑,但他丝毫不为所动,这次豪至3000名警力,却奈何不了300名抗议群众,传出连市长柯文哲都不满成抗处制作为,今晚将亲自主持检讨会议。 此外,这次滥用警力的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,警卷跑到丈夫同事及长官动态上,留下我的丈夫从一大早就出门,到现在三更半夜还没回来。 等字据,也有警员到NPA署长室,靠北警察等粉丝页留言抱怨,其中一名自称是外线市北上支援的警员表示,一早出发到台北支援陈抗,从中午抵达一直扶勤到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,没有任何替换的警力。 该问警政署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到底有什么作为,还有警员扶勤于16小时后发现,台北市警局竟在粉丝页上庆祝圣诞节,忍不住PO文批评,不过二名警员应该担心被秋后算账,随即火速删除该两篇文章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